截止日 最後一天 距離下班時間不到三個小時 熱騰騰公文 急送彰化縣政府 一分鐘之前我們才收到 其實承辦還要審視 計畫書也是厚厚有大筆 基本上相關的審查都需要時間 原則上在今天可能比較難配合作指 相關的一個同意與否的一個 意思的一個表示 彰化縣政府無力接招 坦言倉儲作業根本來不及 讓離岸封電六千億投資 恐怕計畫生變 前縣長為民谷去年與四家開發商 申請籌設離岸封場 當時說好採用2018年的 短購費率5.8元 但能源局預告 今年費率下修到5.1元 現任縣長王惠美上任後 要求開發商補齊資料 但時間倉促 縣府根本無法合法許可 我們當然沒有這樣的一個 義務去配合 因為整個的一個 籌設許可的計畫書 其實是讓他關係我們縣民的一個全民的一個福祉 力我們當然會省慎的去做一個實質的一個法官的動作 台大醫學院教授王明俊更精算出張華縣長王惠美 為許可開發同一函 讓四間開發商等於損失1738億 但換句話說 張華縣府其實實體全台省下1738億元 分談過後2300萬人平均一人能省下7556元 如今中央和地方不同調 張華縣府選擇站在漁民福祉這一邊擋下倉促決策 更抵全民省下將近2000億 居然成為許玉文文彭新 張華報導